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一下 就是先来介绍一下这门课的一个主要体系 课程体系 大家可以先翻到我们课本的目录 从这目录当中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整个课程是分为三篇 第一篇呢就是讲述的是我们网络营销的导论 导论这一章主 这一篇主要有三章的内容 当然从这个导论大家也比较清楚 它主要讲述的是网络营销的产生 以及我们网络营销的概念 以及网络营销和市场就是和我们传统营销的不同 以及它对我们市场营销的冲击等等这些 另外呢还要讲述一下 有关我们网络营销的我们用户的行为的一些调查分析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第一篇的内容 当然这个内容呢在我们前年里面书上也给你们提了一下 然后第二篇是我们的核心部分 也是我们重点内容 这个呢主要是其实这个体系有点类似于我们市场营销 这里面主要是我们市场营销里面比较强调的是 强调的是四批 一个是产品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渠道 一个促销 当然我们网络营销呢 也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讲述一下网络营销策略 当然我们后面要讲到网络营销策略当不是称为4P 它是称为一种4C 但是我们也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所以这个内容呢书上呢 呃花的篇幅比较多 一个就是讲的一个我们的主要介绍我们网络营销产品的策略 这就是产品策略的话 如果跟我们市场营销呃内容相同的话呢 就是有些差不多的内容我就不会讲 当然主要是跟我们讲一下有关网络营销产品策略 在呃新的条件下啊 有什么样的不同 以及如何制定我们产品线啊等等这些哈 然后定价策略 因为定价的话 在网络上我们进在网络上的定价策略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我们呃市场营销下有很多很多区别 我这里面后面我们要讲到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以及我们在网络营销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制定价格 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呃呃定价的策略等等这些 第三个部分主要是重点讲一下有关分销 这个我们在市场营销里面也要讲到 当然我们也主要是说他在新的条件下有什么样的呃新的变化 还有个促销广告策略这一篇是我们整篇文就整整个课程里面 最重要的内容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市场营销的四批理论来的 然后呢第三篇就是我们网络营销实施这个网络营销实施 有关网络营销技术 在这个上这个课之前 其实我们网络营销技术跟我们呃上的课就是计算器互联网络的基础知识呃有很多是相同的嗯 所以呢我这里面就不会重点讲以及我们网站建设这个都属于我们电子商务专业要讲的课程 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就不打算就在怎么这门课里面就不打算跟你们介绍一些有关计算机呃就网络营销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这个网络营销的技术基础基础知识主要是我刚说一个是网站建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上网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哈呃这个是我们讲的有关主要的课程体系呃课程体系的话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录以及我们前言讲的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开始来讲一下第一篇网络营销导论哈 对于这个在上这个课之前你们大家可以一些像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就是你这个呢是我们网络营销新呃网络营销新观察 还有一些我们电子商务呃中国电子商务网站还有一个军事网站这有很多大家就可以去上网去搜索 一下因为网络营销其实最早的话就是呃比较介绍比较系统的话呢很多网站都有比如网络营销新观察网站啦 这一网站你们大家可以是是自己看一下自己口去看一下哈 这个我也不用点开了然后这些网站我希望大家经常去关注一些新的内容也知道你们可以利用一些搜索引擎来来达到这个目的哈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章哈这个属于我们第一篇的内容就是我们网络营销导论第一章的话呢 他主要介绍的内容是我们网络营销的一些概述部分包括网络营销的产生包括网络营销的发展以及网络营销定义以及网络营销特点 还有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的一种对比网络营销对我们传统营销带来什么冲击以及网络营销有什么样的优势等等这是我们这一章主主要讲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对于我们有关网络营销目前发展情况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门课这个呢 你们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就是中国互联网中心这里面就是每年都把我们国家就是我们网民的一些用户行李 行李调查显示结果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看的哈应该是7月份的哈就是2003年7月份的结果 当然2003年7月份的结果呃那个调查结果可能跟前几次有些内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变化 就说我们书上的也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互联网的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呢我们网络营销就也就提到了我们一时六成 原来我们在讲电子商务的话呢也没有很多非常强调网络营销 这个网络营销主要是因为网络营销的市场慢慢的扩大而且速度非常快 当然书上给你们讲了一下有关中国互联网中心的数据 这个呢我可以呃点开我们最新的数据 这个是2003年7月份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我们这个统计报告主要分为几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里面背景里面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重点你们看一下有关这个调查的结果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各历次呃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的分析报告 这个就把我们历届哈就说一般情况 他是把至少前几次的有关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分析呃进行统 这些进行综合分析的一下 希望大家有呃应该课后去看一下 这个网址是在中国互联网中心是300m.clic.com.cn 这个网站上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对这个呢呃去看一下 我们从这部分就第四部分调查结果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些概况 特别是你们去调查一下有关互联网行为意识调查结果 这个内容我们会在第三章重点跟大家讲述一下 当然我们呢先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调查结果 其实书上呢是书上的数据是2002年1月份的 其实我们从2002年1月份跟我们现在2003年7月份的话呢 你要看一下 其实我们上网的用户人数是大大增加 当然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我们上网的总人数 上网人数的话呢 上网用户总数达到6800万 其实我记得我们2003年1月份的话是5900多万吧 所以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就这么半年的时间发展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哈 当然呃有些上网的专用 然后专线上网的人数以及拨号上网人数 当然我们国家还是主要是以拨号上网人数为主 所以呢中国互联网中心针对这个问题还针对提了几个一些问题 提了几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网民调查 比如说呃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宽带 什么原因选择宽带又有什么原因 大家我们呃里面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就上网人数是非常多的哈 就6800万 当然这个数据对于我们中国人口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以从呃特别是从他的发展速度来看 他应该是非常快的哈 后面在第七部分 他有那个统计图表呃 你你们大家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哈 其实还有很多些数据什么我们域名数啊 还有我们网站的增加数啊等等这些 以及我们各个地域分布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我们国家嗯各个地方发展电子发展电路商务的一些情况啊 就是有的可能地区要好一些 有的可能地区要差一些哈 这个是我们讲的有关呃 就是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些互联网的数据 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哈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我就网络市场已经形成 怎么针对这一部分的网络我们怎么进行营销 这就是为我们提出的一个课题 同时我们国家在推进网络营销进程的时候呢 在2001年的时候 国家专门呃提到一个叫做 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这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这一步这个呢 其实现在执行情况呃也在进行 他这个目的其实呃 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很多一些金官就金字系列工程哈 大家看到这里面 他的核心所是说 从对于企业至关重要的营销工作入手提高企业面对全球互联网用户群体开展营销活动的能力 其中主要是想到这使用而包括使用互联网工具出所营销工作一系列的技能技巧知识以及系统服务体系的这种建立 也就是他主要是帮助我们企业如何开展网络营销 当然这里面就包括很多的呃一些工具 包括很多一些呃培训以及提供一些信息 这里面也给你们说了一下 也就是帮助企业如何利用互联网来进行获取我们商业机会 然后决策的参考信息以及发布信息 还有呢我们怎么进行做广告 以及在我们实施授权售后的一些服务啊 以及客户追踪呃跟踪调研以上 调研等一系列的呃市场营销的工作 当然这里面呢国家为了保证这个是推广计划的实施哈 专门呃建立了只分为三个部分 他包括一个网络营销培训工作室 网络营销实现实验实验工程 这个大家里面去看网站的网址是这个哈 还有个网络营销服务环境建设工程三项全国性的工程 这个现在还在实施哈 比如说从这里面从国家也来看哈 他也是国家也是在比较准政府比较推崇 以及呃推崇我们网络营销的进行 这个主要的大背景是因为呃2000年大家可以想要 其实我们国家真正就是说电子商务 在我们国家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时候 是在99年2000年的时候 那个这个时候呢 国家针对电子商务了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以及政策 但对于网络营销来说 它是这是第一次制定我们商用的一个全国性的一种呃工程 呃这对于这个呢 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 网络营销肯定是必须实行的 对于我们呃企业如何开展以及企业呃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呃 利用互联网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市场营销的目的 这一系就是我们网络营销主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网络营销的产生与发展 当然就是大家就肯定想 为什么网络营销会在这个时候产生 网络营销相对来说电子商务开展以后 后面后来才比大家慢慢重视 然后为什么会这个时候产生 在之前为什么不产生呢 现在这里面就有很多产生的背景 它的背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技术条件 产生条件哈就技术基础 因为互联网发展到2000年 以及就就就就说我们90年代末期的时候 也呃商业应用比较广泛了 所以这个呢为我们网络营销体产生提供一种技术基础 对于这个技术呢书上讲的比较多些哈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他呃书上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目前属储的阶段的话呢 应该是计算之后呃应该是互联网的一个 就是我们目前属储的状态是我们就处在互联网的状态 也说计算机发展过程在这之前我们都不可能开展网络营销 这个后面就要涉及到我们网络营销定义哈 网络营销很多人认为不见得就非得借助互联网来开展营销活动 但是现在我们来说网络营销已经我们认为它就是借助互联网哈 就是如果你接受电话网线呢什么有线电视网线都可以都可以成为网络营销 但是我们都现在网络营销这个数已经呃已经成为我们就默认为哈 就是通过互联网来开展营销活动 所以呢 必须我们呃全就是我们的网民数量应该有一定的数量 如果是网民数量很少的话 你在网络营销也达不到 就是你通过网络营销也达不到我们的企业的目的哈 所以呢 当我们由于我们计算机发展现在目前输出的阶段是在我们英特网阶段 这是一个哈 当英特网的话呢 它有很多优点 这是它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它的互动性 它的共享性 它的信息交换的及时性 你等等这些 这些都为我们网络营销提供了一些很便利的条件 就是这种情况下哈 就是这个技术 当然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互联网的发展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这个跟你们说 它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对于我们互联网 首先的话 它是我们爱泰网的一种阶段 就是我们总 就是美国在1968年到1986年期间 这个是比较长 然后呢 就是美国网络研究及适用阶段 这个时候主要应用的是一种军事的目的哈 它当时是为当时是二战以后 就是为当时的这个 就是爱泰网产生 就是随着互联网产生 特别是在军事部门应用以后 这个主要是在美国和原来前苏联那种冷战期间 它当时为了避免网络通信系统中不分遭受攻击 便导致全部网络瘫痪的一种脆弱性 所以当时想到能否如果一旦被攻击其他地方能否还能正常的运行 其实呢就想到了通过我们的包交换和分土交换这种技术来实现我们互联网的应用 来实现我们网络的联网 当然在这里面是一个初级阶段应用哈 主要是应用军事部门 当然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些一些协议啊 比如说NCP网络控制协议 它这个是我们互联网最初的一种应用 包括我们远程登录文件传输 主ftp协议还有电子邮件等等 这些形成一些基本的服务 另外在74年就1974年的时候 TCP IP协议的提出 这个呢可能就标就是比较 对于我们互联网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也就有了 TCP IP协议的话呢 我们就在时间资源共享 也有很多服务可以实现 这个是IP网的阶段哈 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是一个 就是美国科学 就是一种科研应用的一种阶段 主要是用科研应用阶段 大概在1986年到1995年 这个时候就就在95年以前 其实互联网一般都是用在科研阶段 就是主要是院校以及科研所等等这些部门 没有应用的商业领域里面来 然后到了95年以后 其实互联网离我们发展就是应用在商务活动应该是比较近的事情了 就是大概是在95年到现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大规模的国际互联网的全面的商业化的一种阶段 从这个以后才大家才意识到互联网的一种呃 就是互联网 对于我们商业来说有多么大的重要作用哈 以及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企业的生产生活 对我们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影响都非常大 虽然我们在95年以前是用于科研阶段 应该是应用都不是很广泛 95年以后应该是互联网已经走向平民阶段 这个正是因为他的速度到95年到现在应该的发展速度是令人可观的 就是速度非常快 这这个情况下就是企业业界人士就是意识到了互联网对我们整个商业活动来说影响非常巨大 对我们社会影响也大 所以在一个基础之上呢 就是我们也会产生电子商务 也会产生我们的网络营销这些概念的产生 以及我们这些活动怎么进行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他会产生的技术技术 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就是我们网络营销产生这种观念的基础 就是我们消费者价值观念的变革 对于我们消费者如果其实没有一定的消就是消费价值观念不不变化的话呢 不变革的话呢 我相信不管是电子商务网络营销都不可能成功 因为我们从事商业活动最就是我们商业活动当中的价值量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消费者 如果消费者都不认同网络营销不认同电子商务 我相信这个网络营销就是我们讲的再好 理论再好也也是无据可失的哈 所以呢 我们关键是消费者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随着我们消费者在利用在应用这个互联网的时候 一些的生活价值观念在发生变革 这就为我们网络营销产生产生提供的一种基础就是观念基础 我们现在看书上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下主要讲述了一下有关当代消费者心理变化的一种趋势和特征 对于这个来说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从95年到现在我们网民也有很多了 网就是我们应用网络也比较也也一直应该是比较长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些应用对我们消费者心理到底产生哪些变化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变化 就是个性消费的一种回归 为什么说回归 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话呢 我们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等 就是我们当时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一般都不会不像我们现在的大批量生产 训练的时候已经是一种个性消费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个性消费 应该是主动全掌握在我们的消费者手中 其实当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自身的为自己想一想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任何人去买个 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是好朋友一起去上街购物的时候 你肯定如果你的好朋友买了一件什么东西 如果你看中看中他了 但是呢你可能不会买他一同样东西 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买购物的时候 不是说只是购买这个商品的用途 很大情况下 就是买购买这种商品的 就出体现的一种精神 比如说体现一种个性 比如说体现我们懂 就是可以满足我们某种精神需要 其实呢这种个性消费的回归哈 跟我们以前确实有点不同 当然这个个性消费我们现在可能电子商务概念 里面可能也会讲了很多 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网络营销产生的一个比较 主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要心理变化 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我们的营销 这是我们如何去满足我们消费这种个性 个性化的消费这个就个性化的消费到底怎么产 这到底怎么满足 当然现在很多就是我们生产行业 以及我们商业领域哈等等这些 很多都在考虑如何满足我们消费的这种个性化的消费 就是说真正个性化的消费呃提出 所以呢很多呃企业都想到比如说定制化 就这个术语可能是在我们网络营销讲的是最多的一句话了哈 就定制化 因为定制化呢说主要是根据我们消费者的一种个性 来呃进行定做我们的产品 这是一点哈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个性化的一种呃 个性消费者回归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消费的主动性增强 这个消费者主动性增强的话 主要是跟我们传统营销来说 我们大家是就是我们不不说远的说说是自己 你想我们很多情况在买商品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是受到电视广告的一种诱导 也就是说呃我看一般只要经常看电视 哪怕从三岁的小孩起 可能到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人 老人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 首先想到这个商品可能经常是在电视里打广告 那我就看到有个小孩 他上三岁的时候可能经常看到最喜欢看电视广告 当那个电视广告一出现的时候 就会吵着他的妈妈要呃要买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呃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广告而去买商品 而没有想到我们会不会就自己主动去买 就是买什么东西主动去寻求什么信息 不再受我们广告的一种影响呢 所以这个消费的主动增强 主动性增强就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 然后怎么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买特别是一种大型的家电呢 或者说呃比较就是资金耗费比较大的一些商品的话呢 大部分情况你可能会想到我们我能否去先搜寻一些资料 这情况如果我搜寻资料越多我信息越多呃 这样的话呢 我可能上当受骗的呃情况就要少了一风险就要小一些 虽然我们消费的主动性增强 他其实主要讲到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就已经想到如何去呃搜寻相应的商品的一些信息 当然因为我们后面一直会讲到只在我们现在商品社会里面我们信息是不对称的 这个信息不对的不对称经常有一句话就说就是我买的不如卖的金 什么意思哈就卖东西人他一般情况总是会介绍这个商品有什么东东东的好 但是事实上任何商品不可能是完美不缺的总有一些缺点 但是我相信广告促销的人都不会告诉你 而我们买就是我们消费者来说不可能为了买一个商品而去精通这个商品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就是信息是不对称的 所以既然是信息不对称 我们消费者如果你要想购买一个相对说商品就是说这个商品对你来说金金额比较大的话 你就会想到我们能否降低这种风险 所有人就会主动去搜寻相关的信息 所以这也是一个哈就是消费的主动性增强而我们互联网正好可以满足我们消费的消费的这个特点 然后另外第三个就对购买的方便性的需求与购物乐趣的 追求并存哈 对于这个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代社会来说哈 我们既要追求购物的一种方便性又要追求这种乐趣 虽然我们而互联网正好这两方面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这样说哈 因为其实随着我们呃生活节奏工作节奏比较就是加快的话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多少时间去逛商场 没有多少时间逛商场怎么办呢 我们又要买一些商品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帮助我们实现这点 还有一个我们购物的过程如果你没那么时间 我们互联网网络上有很多娱乐方式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消费者来说哈 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购买东西的时候 他既追求的是一种方便性又追求一种乐趣 而这两者如果同时要满足的话呢 只有我们互联网可能能够很好的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心理变化趋势的价格 就价格仍然是影响消费心理的一种重要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我们现在购买商品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价格仍然是一个主导因素 就是我们在购物购物的时候可能考虑最多的还是一个价格 当然我们说性能价格比哈 大部分情况我们消费者不可能说他不看价格 只要看到那商品就马上购买 所以价格仍然是我们现在影响消费心理的一种重要因素 而价格怎么能降低价格 一般情况来说 我们从生产企业来说 你要不然就降低你的成本 要不然就降低你的利润 当然降低利润的话 对于商生产者来说 他可能就对于我们商家的厂家来说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来达到我们满足我们消费者这种低价格的这种心理趋势 而互联网的应用我们后面就会他有优势 就会给你们讲到一些哈 就是我们网络一下有哪些优势 就其实会讲到他的成本是比较低廉的 也就是说从我们生产者到我们消费者整个过程 他有很多环节在缩短 也通过互联网通过我们企业信息化建设 我们很多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也会随着相应的降低 所以呢 他为我们价格低 这个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我们四个方面 就是我们当消费者的心理变化的趋势和特征 然后呢 我们就想到网络网络营销就是能否满足我们这些 当然不能满足又怎么办 其实我们先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网络营销有哪些心理优势 或者有哪些吸引力 就虽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哈 就是网络营销最大的特点在于消费者为主导 大家看到这里面哈 就是网络营销 其实这个以最大特点在于消费者为主导 我们后面就要讲到这一点 其实网络营销最核心的问题 在于我们以客户为中心 以消费者为中心 我们在设计就是我们任何的企业在建设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首先考虑的是我们消费者如何方便访问你这个网站 以及你这个网站能够为我们消费者提供哪些服务 哪些服务是我们消费者愿意 就是愿意接受的等等这些 后面我们要讲的是说 网络营销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理论 就是4C理论 而那个4C理论就是以客户为中心 那么为什么能够实现 这个主要是其实是互联网所带来的这些优势 因为互联网的话呢 它有一种就是我们后面讲到 它有交通的即时性 就是我们都就是沟通一种即时性 还有呢 我们消费者可以就是跟我们厂家能够进行互动交流 就互动性 这个都是我们互联网带来的这种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厂家 就是我们商家来说 他现在不是讲到我们如何生产出大量商品 然后再推销出去 而是想到我们消费者哪些商品 他会可能购买 我们生产他可能购买的商品 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有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也就是我们网络营销最大特点 然后我们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特点哈 就是网络营销具有极强的互动性 然后他是实现全程营销的一种理想的工具 为什么这样说哈 这个机箱的互动性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互联网 我们讲很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 就买购买了一个商品 机箱通话发有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我可能你打电话 或者不管打电话 或者说你走写信哈 这种方式你可能都比较慢 如果通过发email的话 他可能几秒钟就已经收到我的email 可能随时就给你解答了你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互动性的话呢 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的论坛 可以通过进入我们厂家的一些网站 来解决你的一些问题 所以网络一下这种机箱的互动性 是实现我们全程营销的理想工具 全程营销是从我们购买钱 就消费者在购买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我们讲很简单的例子 你可能去搜索一些相关的资料 还有呢在我们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是我为什么要购买这个东西 你可能进行比较 实际上有很多人像美国一个比较大 著名的一个购物网站哈 就这个比较购物网站 非常受美国人的欢迎哈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我们呃购物的时候 呃 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进行比较我们这个商品 我为什么要买你这个企业商品 我可以逛十几家的商场的网址网址 就是网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售货服务 售货服务的话呢 我们接触互联网也是非常方便 就像我刚说 比如说我想很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我买了一个 就是我们空调突然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 但是呢我可以通过发 email 可以通过访问呃 就是他的网站 就能够解答我们一些问题 就这个互联 就是网络哈 就网络营销就一种极强的互动性 是实际上我们全程营销 这种理想工具 主要这个原因 第三个方面 就是说网络营销能够满足消费者 对购物方面这种需求 提高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购物效率 这就是我刚刚给你提到了 也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 还有随着我们压力的增加 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多少时间去购物 没有多少时间去呃逛街 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通过网络 我可以在那当时 在当时的时候 可能你就可以随意 呃流浏览一些呃我们电子商务网站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张东西购买回家 所以呢这个一个是方便了我们的购物者 另外一个方面也将我们的消费者购物的效率提高了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网络营销能够满足价格重视型的消费者需求 我刚刚给你提到了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的这种情况 就通过互联网我们呃可以降低我们很多很多的成本 这特别对于我们网络营销来说 他很多环节就是我们原来呃从我们厂家到我们消费者这个商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经过中间商代理商层层分销 最终才到我们消费者每一个环节 像就是我每一个环节分销商中间商 他都可都要一逆 他不可能就是亏本的做生意 其实呢他要一逆的话羊毛出到羊身上 最终最后落的还是在我们消费者手 呃消费者身上 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 我们厂家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将这商品销呃销售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中 这是一个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呃 随着我们互联网的应用也会促进我们企业信息化建设 这样我们未知系统就管理系统的应用 在企业像是新生的ERP系统的话呢 应该能够大大节约我们的成本 当然这些呢 也就是说这些成本的节约也会到导致我们价格的降低 所以这个是我们网络营销这些心理呃优势和一种吸引力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哈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观念的一种转变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消费者相应的一些转变 其实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工作的一些方式的这种改变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呃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特别是很多呃很多公司的一些上班 就是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都会借助互联网来实现我们的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甚至我们已经可可以这样说已离不开互联网 所以呢这些这离间你的工作离不开 你生活离不开 就会导致你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 你的价值观念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对于我们网络开展网络营销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呃群众基础 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展网络营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竞争的加剧 就现在呢我们看也就是说网络营销不是不是一种呃应该不会就是应该是一种我们企业进行竞争的一种新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竞争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打价格战 比如说我们改善企业呃的管理 然后呢提高我们管理效率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在因为市场营销对于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营销实现带动其他部门的变化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竞争的加剧也导致我们呃网络营销在产生的过就是产生有一个限制基础 就不得不逼得我们现在很多企业进行开展网络营销 这也是说特别是在九九年两千年期间 那个时候不管是大小企业因为那个时候也宣传比较多哈 那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就是一个竞争就是进行 嗯就是我们呃都想到去开展一个网站 当然那个时候是一种一窝窝的哈 当然就是不管怎么样最起码现在就是我们的商家就商业竞争导致我们的厂家商家都意识到了网络营销不应该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营销工具 这也是为我们进行竞争提高了一个就是竞争提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种工具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了有关网络营销产生的一些呃原因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一下就是网络营销发展的这种现状呃以及我们未来的这种情况的发展 然后这个呢主要大家能看到这个现状我觉得随时都在发展变化 你们能看到书书上说有提到一个对这个首先你应该明确一点 网络营销发展速度是非常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这快的情况下其实最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个是我们网民的增加 另外网上购物的增加 还有一个企业上网的增加 其实我们大家比较清楚在99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是成为一种政府上网年 到两天年的时候是企业上网年 当然这个跟我们国家在推动电子商务的进程 呃是推动我们电子商务呃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这里面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网络营销发展迅速 其实还是依赖一整个电子商的环境的改善 也就是这个发展迅速当初上就主要是通往从从我们网络营销的一种应用案例 我们现在看到我就跟大家提一下 网络营销应用其实在刚开始的话呢 那大部分情况是我们的零售企业 就是还有计算机行业在开张呃 动的商务在利用网站进行营销 比如像大公司比较早 你再比如说我们呃就像美国的亚马逊网站 我们国家也有 就是比如说原来最早是8848 当然现在8848 早已不存在了 这里面呃这些这里面还有个你在看到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利用网络营销利用互联网 现在很多是一种传统企业在处网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真正要开展网络营销开展电子商务如果没有企业参加你是不可能不可能能够很好的开展起来的 其实呢在这里面从我们网络营销发展速度我就不说你书上有很多什么排行榜 以及网络营销发展呃一些相应的数据 我就从我们现在网络营销发展的一些状况来看 最先我们上网的话 一些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老师科研高校哈 你看现在我们企业上网应该是企业上网已经成为一种上成为一种趋势哈 也就是哪个企业你看哪个企业老总的他地图名片呢 没有王子的话呢可能都自己觉得有点不是很很很对劲哈 然后现在几乎名片你从名片的改变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几乎没有哪个名片你就看啊都一般都一个王子或者或者说有一帽地址 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来说哈 也就是网络营销发展我我刚认为应该是主要体验的一个我们的网民的数量增加 还有一个我们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除了IT行业哈 就从来不是家电行业啊就什么化工行业啊等等这些这些企业的呃就加入我们的电动商务网络营销的行列 还有一个我们政府的推导 推动哈 就是说这些都导致我们网络营销发展的迅速而比较迅速哈 当然呃我们来看到这里面网络营销发展是非常迅速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网络营销目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最比较初级的阶段 这个一个是跟我们有呃跟我们网民的观念以及我们网络营销的大环境有很多关系 那为什么说我们网络营销还处在初级阶段呢 这个初级阶段主要是讲到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呃你们大家看到对我们网络营销来说哈 其实真正就是说这个在网上进行我们体现最直接的话就是网上购物哪些商品适合在网上卖 就是就是我们网络营网络产品的一种实验性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部分你们我看了历届的调查报告大部分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书籍 然后呢是IT行业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音像器材 比如说我们IT行业的计算机硬件软件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对来说内容还是比较少 就是比较狭隘 这个方面也是好 因为真正我们要实现网络营销的话呢 不应该有个网络产品的实验性 当然有很多企业在这方面做探索 你比如说叫那个梅林郑广河 他就是在上海地区专门卖饮料卖水 就是按道理说我们可能很多人认为卖饮料卖水 可能不是很适合适合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是对于目前来说 我们互联网的调查报告里面可以看了 自己客户去看了2003年7月份的调查报告 明镜显示还是那样的 就是书籍IT产品相关的产品以及音像器材 本来是排在前三位 但是这些商品都是带有高科技含量的 然后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将我们的产品扩展到其他行业去 另外还有一个就营业额度不够理想 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 就是购物来说 就是真正就是我们很多那个 就是网络 就是我们网络商家来说 特别是网上商城来说哈 营业额度都不够理想对于企业来说 可能这方面不是很看重 他是看重呃 接着互联网能够带来他的整个营销业绩哈 当然对于我们网上商城来说 那就不一样 其实这个营业额度不够理想也是导致我们现在来说 网络营销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 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的页面点击数和实际的资金进账之间存在太大的一种反差 也就是我们可能点击的人数非常多 但是事实上呢 产生购物行为的人比较少 这个当然呃 不能说跟这个网站或跟这个产品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影响哈 可能有很多是我们的观念 一种一种配套的 一种我们营销的整个环境不太呃不太完善 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 还有一个个体营销行为的一种混乱无序 这个主要什么意思哈 就大家看到我们很多网站 你看书店就是一个样 再看我们网上超市也是一个样 就很多 特别是我们国家 比如说呃 很多网站可能是寄的 只是移植过来的 从国外借鉴过来的 就是没有太多自己的特色 所以这里面就是好像千篇余虑的 也只要谁开展一个新的 有一个新的卖点的话呢 比如说他有什么新的技术 然后呢 其他网上就会跟进 就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 像我们市场影响的时候就很忌讳的 你最好是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我们互联网就很难做到这点 虽然就说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说 就是说网络影响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初级阶段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刚刚说了网民数量是六千八百万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呃 人口来说 这是应该是凤毛麟角 也就真正利用互联网的人还是比较少 特别是在呃 农村这么就没有什么多少上网人员 一个条件不允许 还有一个本身 他们也没有这种上网的意识 所以呢 如果真正就是我们要很好的开展网的营销的话 应该农村这个市场应该呃 应该开发出来 但是由于我们网民 由于我们配套事实没有到了那一步 主要是这个网络影响目前还主要是体现在大城市里面 当然书上呢 也跟我们讲了一下 一共有呃 就是我们现在来说 为什么存在是处在出击的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一共是一个市场规模 一个是流通运输 一个基础设计一个观点 一个环境 这个呢 我呃呃 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市场规模 我刚刚跟你提到一下 我们网络营销市场规模 呃市场的容量是发展非常迅速的 原来我们网民数量非常少 到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市场规模是增加很大 就是说它的增长的呃比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人口来说 应该是真的比的非常有限 这是一个哈 当然这个是一个 另外流通运输 流通运输主要是对于我们国家说大部分 人口特别是物流 物流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大中城市哈 因为小城镇以及乡村的话 根本就到达不了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物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就是我们购物半天 结果最后你可能呃一秒钟 或者在几分钟之内购买一个东西 到最后呢 我们呃就是送到我们消费者手中这个厂长呃商品的话 可能是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 是这个都有可能的话 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 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话呢 对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说上这个主要是我们一种资源的问题哈 有主主要是一种资源问题 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 以及我们很多一些呃其他相关的行业这种投资 比如说我们要支付等等这些哈 所以这个呢第四这三个方面 另外还有第四个方面是观念 我刚认为是观念决定的一切 因为我们消费者的整个目前来说哈 他的呃对于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意识非常淡薄 我们就可以看调查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那个呃中国互联网中心调查报告的看得出来 很多网民在上网个购物的时候 这个方面都很差 应该是比较比较差的哈 所以这个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观念的基础 就是网民的观念基础比较差 还有一个是大环境 这个是主要是就是我们网络营销处在初级阶段 最主要是这五个方面 这个等等到下面我们还要就具体给我们后面还要分析到这个方面 所以这节课我们暂时讲到这儿